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明仕途之路一片光明 为什么苏东坡后来却被一扁再扁 当他声名确起 备受君王器重之时 他又因何措施良机 在重重打击之下 他究竟是怎样练就出一番 豁达洒脱的心态的呢 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宋朝那些人和事》 第十一集 正谈东坡 今天这一集 我们讲东坡从政 东坡是一个大文学家 而且东坡呢 它的宣言就是 温如平生工业 黄州 惠州 淡州 他向别人吹流 比如说啊 我的事业都是在 黄州 惠州 淡州 这些贬折的地方干的 意思是说 我的事业主要是 文学家的事业 实际上呢 东坡除了是一个 大文学家之外 在政治上 他也是非常想 有一番作为的 而且大家都认为 东坡应该当宰相 东坡在政治上是失败的 为什么是失败的呢 因为他没有当上宰相 这个是一个 当时人和后代人 对东坡的看法 那么 东坡为什么 没有当上宰相呢 今天我们就要回答 这样一个问题 在讲东坡从政之前 我们先可以讲一讲 李白从政 其实李白的理想 也是当宰相 大家知道 李白是个大诗人 他的理想 怎么会是当上宰相呢 他在有一首诗中说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 尽胡杀 当时安石之乱 打得不可开交 唐军呢 迟迟不能取胜 李白就吹流说 如果用了我 李白 我就会像 那个山中宰相 谢安一样 为你们在谈笑之间 就把叛君给灭了 当然这个是 李白的一个夸张 李白在文章当中 经常谈的就是 管子啊 燕子这些宰相 所以他的理想 也是当宰相 那么李白有没有可能 当宰相呢 那实际上还真的有可能 李白当年被这个 唐明皇 唐玄宗召去朝廷的时候 那也是非常风光的 他自己说啊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欺视彭浩仁 我怎么是一个 平凡的人呢 史书记载 当年唐玄宗召见李白的时候是 亲自降阶 唐玄宗就从皇帝的宝座上 走下来 老远的就伸出手了 说哎呀 李白你好啊 终于等来你了 可见 唐明皇最早对李白的态度 那是觉得来了一个 大的奇才异才 要好好动用的 而且也封了他这个汉林供奉 是吧 贴身的这个秘书 李白也做了很多事 根据史书的记载 也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 但是李白后来 为什么没有当上宰相 而且被赶出了朝廷 赐金环山呢 是因为啊 我们知道这个公务员的生活 是非常严格的 每天要打卡的 每次当皇帝问到李白的时候 李白是长安市上九家民 天子忽来不上船 自称城市九中仙 当唐明皇找李白的时候 李白呢 别人就说 李白还在酒店睡觉呢 这是几点了 还在酒店睡觉 所以一次两次 事不过三 李白就被赐金环山 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那么东坡从政 又是个什么状况呢 东坡没有当上宰相 又是个什么原因呢 和李白相比 东坡呢 我觉得还是要更成熟一点 首先东坡有他的政治理想 这个东坡的政治理想就是 截人心 厚分素 存济刚 这样一个政治理想和政治口号 第二个呢 他比李白更丰富的从政经验 在这个六十多年当中 除了十多年被贬 也有二三十年的官场的经历 而且呢 他做的官还不小 我们一般只知道 说是这个苏东坡 老是被贬 实际上他做了很多任的太守 这个太守官也不小了 而且更大的他是做到了 你看 魏约岁以兵部尚书招 兼四读 他请他去做兵部尚书 那就是国防部长 后来还做到礼部尚书 所以当时人叫东坡 不仅仅是叫苏学士 不是以苏学士著名 而是以苏尚书 所以他官做的还是挺大的 但是在当时人和后代人看来 像苏东坡这样的大财 应该是做到宰相 而他没有做到宰相 根据宋史的记载 说宋仁宗呢 在苏东坡考上禁士以后说 正今日为子孙得连宰相也 说今天我录取的不是两个禁士 说录取的苏东坡和苏哲 不是两个禁士 而是将来的两个宰相 可见仁宗对东坡的重视 后来苏哲做上了宰相 东坡没有做上 那么东坡为什么没有做上呢 愣才华 东坡比苏哲要大得多呀 他为什么没有做上宰相呢 那我想 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因为党争 这个党争是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党争 其实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 这个苏东坡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人 而且呢 又是一个纵横家 从理论上来讲 他这么思维活跃的人 他这么样一个热情浪漫活泼的人 他应该是个改革派 但是他却偏成了保守派 这个问题到底是个什么原因 苏东坡怎么会成为一个保守派 后来我想清楚了 我们就说宋代的忠 其实这个忠不仅仅是忠君 还有是忠于师友 重情重义 因为欧阳修是苏东坡的老师 欧阳修呢 是保守派 欧阳修以前的那些老上级呢 也是保守派 比如说富弊啊 韩琪啊 王彦博啊 这些人他的战友们 都是保守派 他对苏巡 苏哲 苏东坡都有恩 又是他的老师 所以呢 苏东坡也只能成为一个保守派 只能反对变法 而且那个时候 他的老师们都老了 他就成了主力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 攻击王安石变法最厉害的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呢 这个平凡的上奏章 上万言书 而且在这个 他的大量的诗文著作当中 都表达了不满变法的情绪 而且在地方上 带头不执行变法 所以最后 就亮成了乌台诗案 当年实际上神宗皇帝呢 他也是很喜欢苏东坡的文章的 他经常说吃饭的时候 桌子上放的就是 苏东坡的诗文 一边看一边称 哎呀 天下奇才啊 天下奇才啊 所以他老是要提拔苏东坡 做汉林学士 来到中央工作 王安石就说 不行啊 他这个人影响太大了 他写反对变法的文章太多了 如果他来了 我们这个变法就没法搞了 所以呢 神宗皇帝只能割爱 那就先放一放吧 先到地方上 去做太守吧 到密州做太守啊 是吧 到密州做太守啊 所以苏东坡在神宗时候 做宰相这件事情就被耽误了 这就导致呢 曾布啊 张敦啊 这些人慢慢地做了宰相 所以变法派和保守派的 这种政治观点的不同 导致才华恨意的苏东坡 就没有办法做到宰相 虽然是两任皇帝 人宗和神宗都非常看重苏东坡 在现实中他这个理想 实现不了 毕竟 毕竟神宗皇帝是个变法派 所以当苏东坡 所以当苏东坡碰到神宗的时候 他是不可能成为宰相的 年少成名的苏东坡 凭借着一身财气 接连赢得了宋人宗与宋神宗的青睐 然而大宋朝局风起云涌 幻海生涯沉浮难料 苏东坡就这样被变幻莫测的命运浪潮 裹挟和冲击着 一步步远离了庙堂中心 而在他沉寄地方十几载后 大宋朝廷又向他递来了橄榄枝 但是他却再一次于宰相之位擦肩而过 那么他究竟犯了怎样的官场大忌 从而失去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转机 导致他仕途之路不顺的最大原因 又是什么呢 后来根据史书的记载呢 当高太后执政的时候 苏东坡当宰相的机会终于来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啊 所以有一天呢 高太后就把苏东坡请到后宫 对苏东坡说 你几年前做什么官啊 他说哎呀 几年前我被贬了当传练父使呢 你现在做什么官啊 哎呀我现在已经做到很高的官了 太后说你知道为什么 按示太后的提拔 太后说其实不是 其实人宗皇帝就说 你和苏哲的录取是为我们大宋王朝录取了两位宰相 后来神宗皇帝啊 就是先皇在世的时候 每天都看着你写的文章 一边吃饭的时候 一边看着你写的文章 叹为天下奇才 可惜呢 没有得到大用 苏东坡听了以后呢 眼泪就流下来了 太后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我们看这两个细节 就太后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个话呢 实际上是对他寄予厚望 想让东坡这样的奇才报答朝廷 想委任他为宰相 而东坡听了 感动了 流泪了 实际上也是准备一心报效朝廷 为鬼家处理 但是后来为什么又没有当成宰相呢 这件事情呢 牵涉到苏东坡的性格 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呢 当时呢 理学的领袖 陈宜 陈浩 有很多学生 都在朝廷中做官 陈宜也在朝廷中做官 而苏东坡呢 也有很多学生和战友 也在朝廷中做官 大家知道这个理学家和文学家 一个是严谨 一个是浪漫 一个是保守 一个是激进 所以他们两拨人呢 就搞不到一起去 苏东坡说了一句话说 我素记陈宜之间 说我呢 最讨厌陈宜这个人的 这个人很奸诈 我觉得很奇怪 那个时候人动不动就喜欢说 被人是奸诚奸诈 我们客观地讲 陈宜这个人是很正直的 作为一个理学家 非常讲究 秀生养性 那苏东坡呢 就你看不惯 他的那个 一幅一幅比较矮板的 保守的面孔 你也不能说人家 陈宜之间 是不是 用奸这个比较偏激的词 来评价 是不太好的 这个是语言上的 那么在行动上 还有一件事 说有一次 这个到寺庙里面去 举办一个国家的公祭 办完了以后呢 就讨论这个大家吃饭 到底是应该 吃荤的呢 还是吃素的 陈宜就说 到寺庙里面嘛 国家的祭祀日 肯定只能说是吃素的 这个苏东坡就嘲笑了 说你不是不信佛教吗 你不信佛教 你怎么又 征从佛教的规定呢 我觉得你这是表理不一 这个陈宜被他呛了一句 作为一个理学的领袖 那脸上是很下不去的 而且 这个话说得 好像还很有道理 那么更进一步 苏东坡又说 那吃肉的请举手跟我走 吃素的就跟他们走 最后那没办法 你想 陈宜的学生只能跟 陈宜去吃素去了 苏东坡的学生呢 只能跟着 苏东坡去吃肉去了 面对这个情况呢 太后也没办法 后来在讨论宰相人选的时候 想让东坡做宰相 但是呢 大家拼命地攻击苏东坡 说到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说了很多问题 最后 搞得也没有办法 任命苏东坡为宰相 只能任命 才能稍微弱一点的 苏哲为宰相 苏哲说我怎么能当宰相呢 我哥哥那么大的才华 那么老的资历 不做宰相 我做宰相 那朝廷说没办法呀 这个苏东坡 现在你看看这么多人 上了这么厚的奏章攻击他 他们的矛盾这么深 我们怎么认命他为宰相呢 所以苏东坡只能 外放到杭州做太守 而苏东坡也就失去了 最重要的一次 做宰相的机会 失去了就终身失去了 这样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有了 后来变法拜上台 苏东坡就更不可能了 就扁到了惠州 后来更扁到了海南岛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发现苏东坡 还是过于文人意气 过于书生意气 这件事情导致了他自己 政治上的悲剧 当然这个政治上的悲剧 导致了他 有大把的时间去创作 导致了文学上的成就 但是就苏东坡没有 做上宰相这件事情上 主要还是苏东坡个人的性格的原因 不是说他的才华不够 是吧 也不是说他的能力不够 而是性格 苏东坡这种文人意气 意气用事 还导致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利 比如说苏门四学士 苏门六君子 这样一些人 都被苏东坡引荐到朝廷中了 所以政敌就攻击他是结党淫私 那么从苏东坡的角度说 哎呀 这些四学士六君子 都是人才啊 文章写得那么好 我推荐他们做官有问题吗 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 报效国家有问题吗 但是政敌不这么看 政治家和文人 对文学家的看法不一样 比如说当年苏东坡把他的弟子 最得意的弟子黄庭坚 这个也是个大诗人 大书法家 推荐给富弊啊 说哎呀 这个人才华不得了 富弊啊 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说了一句 你觉得他是个大才子 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茶客 就是那种 是吧 喝一杯茶 看一方报 这样的清闲的文人 意思是说 我看中的是政治才能 不是文学才华 所以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苏东坡这帮学生 被苏东坡推荐到政府中做事 后来苏东坡倒台了 这帮人也跟着被贬 像秦官啊 这些人 后来命运也都是挺悲惨的 文人他就比较正直 比较理想主义 但是他们呢 也有一些天生的一些弱点和缺点 容易给自己带来一些 被对手攻击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司马光 做宰相的时候 司马光做了宰相以后呢 司马光也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就把王安石的变法 所有的变法都全部废除了 而且他把苏东坡 从贬折的地方调回来朝廷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但是这个时候苏东坡 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 苏东坡就跳出来说了 他是王安石的变法 过去我是反对的 现在呢 我在基层干了很多年以后 我发现 比如说清苗法呀 龙田水利法呀 这些法 对老百姓缺缺失实是有利的 你不能都废除啊 司马光说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过去骂新法骂得最厉害 这个我上台了 你又跟我对着干 苏东坡说 司马流啊 司马流啊 你降得像头流啊 该废除的废除 不该废除的你也废除 所以两个人也落不到一起去 苏东坡呢 反击了司马光以后 回到了家里面 他觉得自己干得非常好 然后在家里面就说了 你们看看 我这个长得这么胖 这么大的肚子 你们猜一猜 我的肚子里面是什么 家里人都说苏学士肯定是满腹的才华嘛 这个时候他最宠爱的赵云就说了 我看不是满腹才华 而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啊 那么赵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不合时宜 这个不合时宜 做连结 一个就是说 不太好的话 不合理的是不合时宜 另外一个 合理的 不合别人口味的 也是不合时宜啊 你比如说 王安石改革 在保守派看来 就是不合时宜 现在司马光要废除 新法 恢复旧法 你又反对 你这也是不合时宜 说白了就是你一肚子的牢骚 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但是苏东坡 他是觉得 要坚持自己的理想 所以苏东坡的晚年 不仅仅是变法 法派反对他 保守派也反对他 变法派觉得你是个保守派 保守派觉得你是 背叛了保守派 所以他就更加不可能 成为宰相 所以当苏东坡晚年 从海南岛北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保守派得势 很多人都以为苏东坡呢 回朝廷是要做宰相 将大有作为了 只有苏东坡自己 内心知道 自己呢 这次北上 也不是做宰相 自己呢 既不得至于 变法派 也不得至于保守派 所以苏东坡坚持自己的理想 坚持自己的性格 不改变自己的性格 这个就是苏东坡不能做上 宰相的真实原因 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 性格的原因 理想主义 心直口快 不懂得妥协 这样的性格 作为文人是率真的 可以写出 真上美的作品 但是你作为政治家 你这个肯定会出问题 会受到政敌的攻击 苏东坡在仕途上 几经大起大落 却依然坚守自己的内心 面对暗流涌动 复杂多变的潮局 他宁愿做那只 捡尽寒之不肯欺的孤红 就算被撞得头破血流 也依然保持清醒与自得 尝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盈盈 还好 在这俗世之间 还有知心人朝云伴他左右 与他红袖天香 听他满腹惆怅 让他起落无常的人生 有了依恋和宽慰 那么苏东坡在接连 不断地贬折岁月里 都为百姓做了哪些实事 在地方治理上 他又表现出了 哪些独到的眼光与策略呢 我们这里只说了 苏东坡不能够做上宰相 那么苏东坡 他在政治上 到底有什么理想 政治上到底有什么作为呢 我们说苏东坡 虽然没有做上宰相 但是呢 他还是个好官 为什么说他是个好官呢 我们首先看一看苏东坡的政治理想 他的政治理想从他自己来看 从他自己的这个万言书上面说的 截人心 后分数 存即刚 其中有一句叫 截人心 实际上就是儒家的 爱民的思想 苏东坡的政治实践 充分地体现了他的 爱民的思想 人正的思想 我们看苏东坡呢 每到有灾荒的时候 第一个上述 救灾 减税 他在杭州啊 在很多地方都干了这件事情 所以呢 老百姓对苏东坡是非常热爱的 他很关心老百姓 比如说在这个惠州的时候 他看到老百姓插秧啊 非常辛苦 南方水田呢 主要是这个 种水稻的 那弯着腰 腰酸被动得非常辛苦 就把秧马的技术 就是可以坐着插秧的 这样一个工具 推广 老百姓做了以后 觉得很好啊 第二个呢 特别重视 农民的利益 大力推行的这个水利事业 因为农业是靠天收的 你只有搞好水利 才能汉老宝收 你看他 在杭州修了西湖 在惠州修了西湖 我们大家以为 在杭州修西湖啊 就是为了看的 实际上当年 他主要是为了灌溉农田 要灌溉几万亩农田 这个看只是一个次要的 作用 女友只是个次要的作用 他在徐州 组织大家 治理黄河 那个黄河要决堤了 哎呀 他就是 这个亲自和老百姓 一起去 抗洪 把军队也 动员去 别人都觉得没希望了 最后 抗洪成功 老百姓都非常感谢他 他在惠州的时候 还建议广州太守说 哎呀 这个广州人在海边啊 喝的水都很咸 对身体不好 我建议你搞一个自来水工程 那大家说这个 松朝的时候就有自来水了吗 你还真的有 那么苏东坡是怎么样实现 这个自来水工程的呢 他就跟广州的太守说 你呢 用一万根毛竹 把白云山上的水 引下来 接到每家每户 这样大家不就都有 这个自来水了吗 广州太守一试 还真的行 所以苏东坡是一个 水利奇才 他的这种比较耿直 比较直爽 很像一个龚克兰 很帅真 第三个呢 就是苏东坡他喜欢搞 社会福利院 这个理念也是非常先进的 苏东坡在做官的时候 看到很多病人 生病了以后 就病倒在街头说 你怎么不去看病啊 说没钱看病啊 很多老人流浪街头 说是没有人养啊 苏东坡就觉得 这个是个社会问题 所以呢就提倡 要建社会福利院 这个社会福利院呢 就把这些病人啊 老人啊 灌寡孤独啊 收养起来 然后由政府出钱 一开始他是自己捐款 当然自己捐款是有个县的 由政府出钱 把他们养起来 帮他们治病 然后很多 这个去世的人呢 他们的尸骨呢 就扔在荒郊野外 他呢就组织人 把他收起来 给他安葬起来 所以苏东坡他有着这样一种 仁者之心 仁爱之心 那真是有这样一种心情 他就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 不管他是变法派 还是保守派 为老百姓磨福利 干实事 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官 早遂便怀其物质 微官敢有济时心 苏东坡在入世之初 便立下了救世济民的决心 虽然自己的人生之路波折不断 但是他为国为民的初心 却未曾改变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他没能成为大宋朝堂上 妖精医子的宰相 却成为了百姓心中 人人爱戴的好官 成为了后世文人 高山扬指的楷模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一颗光耀千秋的明星 那么 马茂军老师 是如何看待苏东坡的 政治追求的 在经历无数纷争与事态炎凉后 他又为何能发出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这样的坦然之楷的呢 那么最后一点 大家可能会关注 我们说苏东坡从政 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我们说李白的政治理想是 使海性轻衣 就是让天下成为一个太平的 干净的世界 这个比较简单 苏东坡提出的政治理想 更加丰富一点 截人心 后分数 纯即刚 他说自己的万元书 总结起来就是三条 我们怎么样评价这三条呢 我们简单地来说 这三条 就是说水能载舟 也能浮舟 截人心 就是皇帝 要和老百姓一条心 和大臣一条心 这样的话团结一心 事情不就搞定了吗 他的后分数是 针对着五代十国 这个乱世 道德败坏 我们要讲道德 进行道德重建 让大家道德水平都高起来 这样不就没有人叛乱了吗 这样社会分歧不就好了吗 不就是一个清明的世界了吗 存即刚 前面这些东西 还是要靠制度保障 我们通过一些制度 前面的清理新政的改革 就是制度方面的整顿 进行社会整顿 励志整顿 让大家做一个清官 听起来还挺好 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一个 保守派的一个 比较传统的政治观念 就是如果说 宋朝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 没有外患的入侵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理想的政治纲领 但是在大辽国 大金国和西夏 包括后来的蒙古帝国 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冲击下 你关起蒙来治国是不行的 首先你要 富国 要强兵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社会的富裕 变为国家有力量 你国家有力量了 政府手中的钱多了 你才能够军事强大 军事强大了 才可以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增锋 才可以打败他们 你才可以立国 不然你就要灭亡 所以要辩证地看待 苏东铺的政治理想 就是从传统的角度 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从应对外患的角度 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我们说经过王安石变法 经过富台诗案 把它贬到黄州 然后再贬到惠州 再贬到海兰岛 苏东坡 实际上他已经认识到自己 在政治上的不足 在黄州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已经认识到了 说多情应孝我 就是说 我的那些政治理想啊 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文人 自作多情了 政治家和政坛不一定需要我 我的命运可能就是 做个文学家 所以以后他对自己 成为文学家 文人只做文人的事 他是有一个比较坚定的看法的 所以到了海兰岛以后 苏东坡说我除了文章 什么都没有了 那些政治啊 理想啊 报复啊 都不在乎了 身体好就好 生活好就好 把文章写得好 成为一个文人就好 所以我们通过 东坡从政 通过他这个政治上的得失 和个人际遇的变化 我们可以感觉到 为什么像苏东坡这样的大王好 一流的人才 在政治上都会失败呢 都会不得已呢 我们会预感到 一个专业化的时代到来了 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政治家做政治的事 文人做文人的事 画家做画家的事 书法家做书法家的事 所以苏东坡他认识的比较早 及时地转型 在文学上发展自己 在书法上发展自己 成为宋代的第一书法家 和第一文学家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福西获之所福 很难说得实 很难说是非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一讲就到这里结束